今天和阿Dee來到海邊 是因為有任務在身 因為我們今天收到一套非常純的單位 在之前房地產最美的時期 最旺的時期 這樣的單位是110萬才可以買到 是 是我們大海經的單位 今天真的收到業主的價值 我們都很激感 喜歡這些傢俬都可以完全保留 如果不喜歡的情況可以扔掉它 如果真的不喜歡 就自己換張床帳戶就夠了 床本真的可以 我們這個位置如果隔前一房一廳都可以 這個海景真的非常英俊 真的是益線的海景單位 除了我們的海景之外 其實還可以望望我們的花園 我們看到小區的泳池 其他中間有一個絲絲的衣機 放在這裡 不過放在這裡是可以的 不會日曬 風吹日曬 因為電器很容易壞 放在這裡 非常之不錯 如果我們的拖把都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沒錯 好奇 去了 好奇 好奇 去吧 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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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谅我借一切 把握就编制 三到底 原泊风中就已归 原我的生命摧槽 要先等漂亮 原我终于不知 明天明亮灯柱光中 大家好,我是喜嘉宾 大家好,我是喜嘉宾 今天和阿美来到我们最美的海岸线之一 小径湾这里 小径湾这里除了我们的海景之外 还有一个层道10里的沙滩 是连着我们的10里岩滩直通过去 非常之方便 走过去都可以 这里都是非常之多 晚上的时候放烟花的地方 集中点 除了沙滩之外 还有一个广东省最美的陆导 叫做乌头山陆导 前面那里 前面那里 就可以休闲了 其实是从那边去的 这个方向过去的 总共是19公里数 19公里 有时候可以踩单车 或者是休闲 都非常之不错 请问这个陆导 连不连澳头那个? 不连的 这个是小径湾的 那个澳头的陆导 是属于我们的小怪的 这个属于叫做广东省二号陆导 属于吗? 这个问题我就不知道 你解释一下 我不知道 所以我才问你 我一定是不知道才问的 阿Dee就刚刚说了这个陆导 今天和阿Dee来到这个海边 是因为有任务在身 因为我们今天收到一套 非常之笨的单位 在之前房地产最靓的时期 最旺的时期 这样的单位 是110万才可以买 是 那今天真的收到这个业主的这个价值 我们都很惊讶 真的叫做一半又一半 劈完一半再一半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和阿Dee就马上过来这个现场 拍给大家看看 究竟的单位是否值这个价值 刚才阿Dee说了 我们的这个二号陆导 这一条的沙滩 其实之前我们都很多的朋友有评论过 十米日滩和华人组径湾的对比 我觉得十米日滩前面的沙石会粗一点 但是这里的沙全部很柔的 让大家看一下 超级有这样的动作感觉 好像那些奶粉感的感觉 特别柔的沙 所以这里假期的时候 特别多人喜欢这里玩的 但不单是因为沙滩的问题 还有它的商业都做得非常奇全 那前面就是我们的商业街 那这里除了我们的商业街 有什么可以吃到呢 就是我们的烧烤 有升级艾米酒店 升级的就是那些自助餐 那我们正常的那些日本菜 韩国菜 还有广东菜 粤菜 双菜 串菜 各种类的这边都是可以吃到的 而且它的所有商业是很集中的 所以它整体来说 看起来会比较好看一些 更漂亮一些 有些朋友就可能觉得 一十米人滩那边好像乱了一些 是有点乱的 那这里就是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了 真正的就是很统一地管理 你这个吃的地方、玩的地方、游泳的地方 我们泳池的地方 全部都是非常统一和归笼的 做得很好 非常清楚 还有最大的就是十米人滩 就是十米人滩和小径宫 这两个楼盘基本上是差不多时期开发的 那可能之前早期买十米人滩的朋友 也会觉得它那些好像很多地方脱皮了 就是那些风吹了之后 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了 已经是很多地方是有损的外形 就是没有过渡的地方 经过时间的一个沉淀 就相比小径湾和碧桂园那边 谁保佣好呢 肯定就是小径湾 因为它是台子 是还原的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 就是属于一期的 算是最早的这一期 也都是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了 那我们真的可以来看看 它的过渡电梯停车场保养得非常之靓 真的看不到什么脱皮的地方 包括全部那些圆林的绿化绿 都是做得很漂亮的 所以我觉得华雅小径湾它是一个央企的品牌 信得过 央企的物业信得过 它的质素真的都是信得过的 包括它这样的产品 这样的地段是非常之保值的 买这里大家不用担心 怕现在市场的问题 怕它降价的问题 我觉得买小径湾就不需要担忧了 对了 所以各位观众 如果看到这段影片 一定要看下去 因为这套房子真的有价值 非常之顺 非常之顺 而且这里是最干净的一个区画 我觉得是均正的 而且不单止有沙滩 还有商业 还有我们十个公里的一个绿道 幻海绿道非常之舒服 环境值得大家去看下去 这个地段 没错 想要找更加漂亮的地方 OK 我们现在去看看那个单位 究竟是什么状态 好吗 好 Hello 现在和May上到我们这个最迷的单位了 这里是属于单房设计 55平方的 你从这里拿出来 转个弯 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要看的单位了 旁边我们先看看外面 我们这里来我们外面的商业街 和我们吃东西非常之近 大家可以看到 走过前面一点 我们转个弯 想吃什么都有 海鲜大餐 粤菜 湖南菜 都可以解决到 走过前面一点 还有我们的商业街 麦冬炉 奶茶店 全部都可以满足到大家 对了 小口袋都有 有的 那我们先看看 这个非常方便 是吗 你今天这么高的 哈哈哈 直到 不是 实际是这么高 我觉得我怪怪的 你猜一下 为什么我要这么高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门太高了 你先介绍吧 哈哈哈 你快点介绍到门 OK 其实这个 之前它是交付标准 是有这个门的 是 原本的交付标准 但是这个业主 加到一个防盗门 是 加到一个门 这个门就是实木 很厚重 加上它是这样可以开了 假如你关这门的时候 你打开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很通风很浪梭了 所以它这个门的质素是很厉害的 而且是更好用的 如果你正常是链一门的话 你做不到这么通风的效果 是 我们再进去看看 我们先看看 这个55平方做到单根的设计 先进来之后 我们先看看这个厕所位 小径湾这里的厕所 它的空间就是大的 我们看到林药室这里 林药室这里的空间 我们一二三 三个人冲楼是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大家想拿回来住的时候 想要那些浴缸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 装个浴缸是OK的 再看看我们这个 这个也是属于它原本的交房标准 所以看到它之前是做回 我们的密宿、酒店、托管 所以现在看到 保养得非常之不错 非常之干净 上面的怪体 和我们的洗手盆 都是有的 旁边就是我们的座置位 还有一个小小米 这个很小 米泥盐 我们的热水系 都是装上了 有明枪 有枪腿的 场面都是保养得非常之不错 我们再看看对面的这个厨房 没错 公寓一般就是这样开放式的厨房 我们其实平时回来度假 基本上煮个早餐 或者录个面食客 或者晚上煮些宵夜 或者录些海鲜 其实这个是完全足够的了 现在虽然它是没有过明火煮食的 公寓其实我们很多直接可以用电池炉炒菜 或者煮食都是完全足够的 所以这个地方 假如我们喜欢煮食的 对食物要求高的 自己买回来煮 这个地方就够用 假如你是不喜欢的话 你就可以当这个地方开一个工作平台 你洗水果 或者你在那里放些东西都是没问题的 做了操作台 对 操作台 那进来这里就有一个雪柜 这个雪柜也是包给我们买家的 那就是看我们有缘人是哪一位 这些雪柜它用的是美的品牌 就不算很大 但是正常住家完全足够用的了 这个带势 这是美的品牌的一个雪柜位 是 那这里就是做了两座床 现在其实看到的这个状态就简单了 就是我们酒店推管 或者是做回明宿的了 原本现在都是有 这个业主是不是现在准备就怎么用的 现在没有 现在没有收回 没错 因为现在它就准备就直接过户了 所以它怕到时就麻烦 看楼不方便 所以业主真的非常之有诚意出售 那我们看到它的这两张床应该是实木来的 款式是比较漂亮的 看下款式 很多那些都是勾式的 这种就是中式的 加上门 加上这两张床 加上两个床头柜 就很有那种中式的感觉 是的 那两张床都是一米半的 两个床头柜 如果大家喜欢这些傢俬 都可以完全保留 如果不喜欢的情况 可以就扔掉它 如果真的不喜欢 就自己换一张床 我觉得就够了 床本身是OK的 我们这个位置 如果隔了一房一厅都OK的 我现在站在这位置 去做客厅 这个梳化放这个位置 对面这个空间 我们的雪櫃位置 可以移到这里一点 是吗 这个放电视机 是完全没问题 放个60寸的 都是OK的 而过来呢 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房间 可以做一个小小的隔断 因为不会影响我们的客厅的彩光 都是OK的 那这张床头 好奇自己用回是OK的 或者是扔掉它都OK的 不过我觉得是 这个那么漂亮 不要吊掉了 是 这个绝对不要吊掉了 这些东西 是的 两张椅子都靓仔的 是的 可以早前一房一厅都OK的 那这里所有的家具 家电都是全包的 包在我们 阿美 你身后的这个 这个不是雪櫃 这个是空调 吓死我 你以为是包 我以为你说是 买房送是吗 是吗 我以为你说是包 没问题的 一起送 这个都是牌子 我们的隔壁 这个空调 隔壁都是我们的国内 都是一线饼牌 用得非常之多 住家 或者是怎样放 都好 都是用隔壁的空调 之前有个笑话是这样说的 他说董明珠可能要倒闭 为什么呢 因为隔壁太好用 一直都不坏 那大家又不坏 又不坏身 所以一直在这儿用 一直在这儿用 说到时候 董明珠可能要失业 董明珠也是很厉害的 这个女人强人 女人是很厉害的 这个空调大概市面上 价值都是差不多 如果买这些 独立的空调 大概都是 六千元 七千元 最便宜的 隔壁没那么便宜 我不好意思 美的有 美的有 因为我家用的美的 就是八千多元 就是这样的 但是假如你是隔壁的 这样立体的 之前我们看 同样一模一模一模的 款式 一样是一级能耗的 三匹的那种 差不多要去一万二千多 同样的型号 我不知道 因为我是去年的时候用的 应该是最低的 可能三匹的情况下 都是八千多元 最近看过是八千多元 这间房间的介绍完了 我们再看看这个 露台位置 这个型号 放在台面四张桌 是不是我们可以 几个人坐 因为你又打不到麻将 除非买那些 买那些 迷你的麻将桌 迷你 打迷你 迷你型的 我们过年的时候 如果没有麻将桌 就买个迷你 打麻将 四个人 刚刚好这个桌面 可以 看个海景 你我 加上东哥 加上明哥 再加上Vin 在这里买哪个赢 完美 搞定 OK 这些位置 都是做回我们的 这个露台 做回一个休闲空间 还有几个朋友 坐下聊聊天 看回这个海景 真的非常英俊 真的是益线的海景单位 除了我们的海景之外 其实还可以 看回我们的花园 我们看到我们小区的泳池 中间 很漂亮 对吧 有时候 有些小姐姐 可以穿个比基尼 我的心情很漂亮 其他人 我不关注我 只关注你 你只想拿着我 穿比基尼 就算吧 我的身材 不是很漂亮的 这里除了我们 看到海景 看到花园 园林 其实这个高度 看回出去 真的非常舒服 不是算超高 那些高层单位 是吧 中层 中层 这里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跨峡大桥 这个位置 放大一点 我们试试 这里 全惠州最贵的 最贵的一条桥 对了 这里有跨峡大桥 19元通过去 这笔钱 虽然是便宜的 因为香港的沟通成本是便宜的 对于我们来说 有点贵的 但是这里 小景湾 其实真的非常之方便 除了我们下楼下 就是我们的沙滩 走过去几分钟 就去到 还有我们右手边 就去到我们的商业区 小景湾的商业区 非常之多食物 还有环境 都好像出国的旅游区 还有我们有时候去商业那里 咬一咬一咬 都非常舒服 喝过奶茶咬一咬 听一下歌仔 烧喉 哇 真的住在这里 都是享受的 舒服 其实第一 我比较喜欢 可以这么说 小景湾和十里人炭 这两个地方 因为它本身是联盟一起起的 开发的 相对华原小景湾的品质 就是更加高端 客群各方面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 算是最近深圳的海 还有有这么漂亮的沙泰 算是最近的 目前来说 现在我们在的位置 属于第一期 第一期的位置 它是最漂亮的 因为第一期卖的时候 你一定是先将 这个品牌 这个地段 这个明星 这个景 才打出去 那个明星打出去 广告才爆出来 所以它一期的位置 是最漂亮的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第二 我想表达就是 虽然是最早一期 但是它保持得很漂亮 我们可以看到楼下的园林 基本上是没有一棵树 是借的 或者没有一棵树 那些树叶是落了的 干了 或者怎么样 也就是证明华原的物业 真的做得很好 还有它地面上是没有垃圾的 是的 超光正的 还有那些泳池真是光正 很多那些泳池 你用几年就有很多污积的了 那些绿青 是吧 绿青有很多污租的东西 我觉得不是比人家很舒服的感觉 但是华盈的物业真的做得很厉害 就是它的保养 或者它的卫生 做得非常干净 这个完全是可以看到的 一点都不会说表里不一 是吧 完全是表里如一 那看出去的海景 真的很舒服 还有我们 不记得说它的朝向 那基本上向正南 它这个这样的都是属于向正南的了 给大家看回朝向南 向正南 看着海就是看着正南 前面就是没有遮挡的 那我们再跟大家说回我们的这个数据 我们站出来才会比景色更漂亮 我不记得说 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 隐藏室是什么 隐藏室的洗衣机 还有一个洗衣机 没错 哦 不过放在这里是OK的 不会日晒 风吹日晒 因为电器很容易坏 保药都好 非常之不错 如果我们的拖把都可以放在这个位置 没错 那跟大家说回我们这一套房的讯息 我们现在的物业管理费 它是3元3一个平方的 现在我们自己华盈的物业 那我们由一期到现在 它都是没有加过的 这个物业费一直都是这个价钱 差不多是十几年了 十一二年了 第二就是它现在的这个 屋主之前的这个买入价 都不算很便宜的 然后它之前这一种 这一种户型当时最贵的时候 销售的价钱 去到一百一十万 当时你想买这样的单位 这样的景色 这样的位置 一百一十万左右 那现在这一套 业主真的非常之诚心出售的 出售价就是四十七万八千 就可以买到这个中层的 一线海景 望花园 望泳池 望沙滩 望海景 送了家司 送了家电 送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些 皮啊床啊什么都有的 真是叫拿包就可以入住 简单单就即时可以搞定的了 如果假如说 想暂时不住的情况下 就可以出租了 这里的租金 之前我们有介绍过的 最便宜的单房的 望海景最便宜的一千八百元 起步 起步的 如果你是望到海景 一房的至少要两千多元 一个月 租一个月的情况下 那如果你是做酒店托管 你住一千多元 至少是三百元至五百元 这个是平均的价钱 所以这个地方华润的 它的相对比来说 这个假如是投资角度 那么它的回报率是高的 是有价值的 没错 很有价值 第二就是它这个是很保值 可以这么和大家说 这个是很保值的 真的很大差别 现在就是一线 和不是看海景的价钱 就是相差太大了 没错 那如果不看海景的单位 我相信海边是特别多的 没错 那一线的那些前排海景是特别少的 所以它一直算是保值的这个价钱 没那么弹那么厉害 一线海景是很难得的 因为现在国家是出了政策 来近海 近沙滩二百米以内是不允许 可以建房子 建高层那些 因为要保护我们的海洋动物 所以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二手单位 以后只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稀缺 特别是一战我们的海景 我们买房子 你可能在任何个城市可以买到 但如果你想买到这样没有污染的 一线海景又漂亮 沙滩又正 配套又齐全 交通又方便的 那就这里才可以买到 对了 又是大品牌的 所以如果大家对于想要一线海景的 用来度假也好 前期作为投资也好 走断托管也好 或者你说平时 时不时回度假 我觉得买华润就一定是舒服的 大家都不用担心过后期物业物业各方面的 也都是保值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样的单位有兴趣 我觉得要尽早联络我们 因为目前全个华润小径环最便宜的 一线无地海景无资是说的 最便宜的就是这一家 其他有卖多少钱呢? 其他正常的 如果是这样的职数 这样的楼层 这样的 家庭可能没那么漂亮的情况下 都要55-58万元之间 差不多 至少要这个价钱 所以这套房子是相对比较顺的单位 除了我们的房价47.8万元之外 有没有其他的费用呢? 有一个就是契税 和我们的中介费 OK 加上47.8万元 加上契税 加上少少佣金 就可以搞定了 没错了 全包就可以拿到这个单位了 全包有家具家电 和我们的所有订队都有的 没错 大概的情况就是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对于这套单位有什么疑问 可以联络我们 视频上方会有两个码的 VChat 或者Roset 或者评论它下面有一条链接 点击进去就可以联络我们了 如果大家想要过来现场看 没问题的 我们起间有专车接送的服务 我们每天都有车泊在关头接大家 那我们是有包子包送包衣餐 OK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想要继续留意我们这个海景盘 或者不是海景盘的 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或者可以私信联络我们 OK 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是啦 踢玩阿D 或者阿May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